哈喽各位晚安 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过得都还好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 画面上看到这个永风必备卡 它会是我们2020年下半年的行动支付审卡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所以今天就是特别就是制作一个专题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你在找寻的是绑在手机上面使用的这所谓的行动支付审卡 那么也许这张卡片就是你梦寐以求的神卡 但是你要拿到这个所谓最高的7%或是88%回馈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宝可梦来拆解给你看 看完你就知道这张卡片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无闹神卡 还是说它是高回馈神卡但是有条件 或者是说你不见得要把它拿来消费 还可以做其他的应用 让你赚更多回馈也不一定 我们今天往下看就知道 好来我们就赶快事不宜迟往下走 这个本支影片的重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接口支付跟LinePay 现在使用这张卡片在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也有好康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详细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会讲解 第二点的话就是行动支付最高8%要怎么计算呢 这个数字有没有一些猫腻也就是隐藏的陷阱在里面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第三个是你知道你可以把你的必备卡拿来做投资吗 或者是拿来消费赚回馈就够了 所以这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说 信用卡真的就只能够照着银行跟你讲的方式来做使用而已吧 还是有其他更聪明的使用方法 最后会跟大家做一个讨论这样子 好来先来第一个 接口支付跟LinePay加入了我们的战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你有去看这个官网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来跟你解释说 他们其实在2020年的7月1号开始到12月底 除了你这个所谓的指定通路价码 你的Apple Pay啊 Google Pay等等 这种就是手机上面的行动支付 或者是Garmin Pay 或者是Fitbit Pay 其实都有 那除此之外呢 它居然也新增加了大家最常使用的 接口支付联名卡 跟这个所谓的MindPay 它指的是 就是这个一般行政消费 就把它扩打起来 就是这个一般行政消费都可以再拿到价码的5%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的 就是它真的可以去做评断吗 当然我们如果是用什么样子的消费模式 它背后都还会再列出说 这是哪样子的消费 但是有缝的系统是否真的可以如期的去做出这样的验证 如果你拿来缴学费 或者是你拿来缴水电费 它是否会给回馈呢 如果有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就赚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并且试着去验证看看的 这个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那当然不见得会真的成功 因为它已经写了 一般消费排除 但是它是否系统会真的这样设定 就不得而知了 那我知道大家也很好奇 所以我们立马就来这个官网 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相关的优惠是怎么样 所以我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话呢 宝可梦已经登陆它这个永丰银行的官网了 那这个币贝卡 其实它有三个不同的币比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其实都有办下来使用 那相信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本团的这些粉丝朋友 你们应该早就都已经办下来了 我们在好多的地方也有跟大家解释 然后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三张卡片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我放画面放大一点好了 其实它这三张卡片它其实都算是比较 怎么讲 平面化的卡片 有没有 你们对面看 它其实是平面的 然后它是属于那种亮面式的 所以这三张卡片它其实 绑定的是不同的这个所谓的外币 比如说像这一张的话就是欧元 欧元的部分的话呢 如果你自在欧美喜欢买东西或者是代购的 那你刷卡的需求是以欧元为主的那其实那张卡片是可以搬下来使用的 那第二的话就是美金 美金也是我目前的主力在使用的信用卡 所以这张卡片我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三选一的话 其实这张卡片你才是一定要选的 那第三个就是喜欢去日本玩的朋友 虽然现在有疫情可能没有办法如期的出国 但是呢 你如果要购买日本的电商 那么其实你用这张卡片扣款 扣日币 所以你也可以拿到这个指定的5%的价码回馈 这个是我觉得很不错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币贝卡的优惠是什么 以防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优惠是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卡片基本回馈很简单 就是卡会叫做国内1%海外2%回馈无上限 所以你卡片拿到了无脑刷是拿到回馈的 那这说币贝卡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因为它是这个跟外币有做连动 所以如果你是刷外币的部分的话 它最后就会从你的外币账户去扣掉你那个指定的金额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把你转过去 所以不管怎样的话就是 你的账户都还一定要有钱才能扣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这所谓外币卡的玩法这样子 那它的特色和优点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 你觉得优惠汇率比较好的时候 然后来进场买进 然后储存在你的户头里面 时间到才会扣走 所以这个汇率的部分不是由国际法改组织决定 而是你可以人为去做操作的 所以币贝卡的优势是这个 那第二个的话你看往下看就是所谓的 董会跟超会特选加码最高9%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这边其实就有写到就是 2020年7月1号到12月 这个所谓的行动支付 有新增接口跟LinePay的 一般消费列入特选加码计算回馈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所以你可以拿到combo的加码 但前提就是你还是要符合 它这个所谓的董会 或者是所谓的超会的门槛 董会的门槛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用8万台币放进去户头之后 做等值的转换成任意外币 那么你就符合这个所谓的董会的资格 那最后的话是超会 超会的话你只要有就是换会20万 等值台币的外币在帐上的话 其实你就符合这个资格了 第一个月符合资格之后 你的钱只要放在帐上不移动 那么你月月都会符合资格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你只要有符合董会或者是超会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所谓的特选5%加码 上天600的意思 你是600除以5%回馈就是12000 所以如果你是有做外币定存 然后并且就是符合这个任务规则的部分的话 你是拿这个你的外币卡 这个必备卡的部分 拿来绑在Apple Pay 或是指定通路Line Pay接口支付等等 怎么刷全部都是加码5% 那就看你原本你到底是符合哪一个规则 符合不同的规则就可以拿到不同的加码 到最高就是有到8%的回馈这个样子 所以我相信我这样解释过之后 应该很多人都比较理解说 这个所谓的必备卡的操作是怎么以为是 虽然说有点复杂 但是我觉得 你如果想要这个高额的回馈 那你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注意色相都都等 这个就不一意念过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也是欢迎你就是来看一下宝可夢写的文章 其实我们都有很写的非常非常详尽的介绍给你看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看一下我现在可不可以直接找给你看 因为这个其实不困难 因为你在网络上如果你打必备卡这个关键字 你还找这些都是宝可夢文章好吗 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看一下 币备卡 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已经办了 如果说已经有办的话 其实那很好 就是可以开始来剪任务了 甚至我再等一下 在稍后我还是跟大家介绍到这个所谓的 币备卡的所谓的进阶运动的部分 好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网页点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宝可夢的这个理财记事本 好 然后呢 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介绍大家就是有关于这个 币备卡最高9%是要怎么去使用 这样子 好 那你在这篇文章往下看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现在 每个月都有跟大物合作 有活动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介绍这个所谓的币备卡 它的优势是什么 然后也有解释它的不同的门槛 所以你看完这篇文章 你大概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怎么去使用这样子的金融产品 好 有点复杂 但是没有关系 你一定可以胜任的 好吗 好 那我们4月5月份都还有举办这所谓的人生金字塔 跟逆转人生金字塔挑战赛 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好 这个活动就是 从5月21号到6月21号 然后我们让大家开放回报是6月21号到6月29号 好 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参考一下 那每人建立活动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它到6月15号就结束了 好 那也希望就是说 永峰可以持续的推出一些额外的加码的活动 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再去 做所谓的高利定存的部分 这样子你的资金才不会就是 换成外币之后 然后反而就是 额利率就变低了 就变差了不好 我觉得这样子也 比较可惜啦 好 所以如果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去取得这所谓的大户 跟这所谓的币备卡的活动 其实我这边都有写过很清楚的 这所谓的 呃 解任务步骤 好 开户代码CTMAY 然后申请永峰信用卡 但是不包含大户 那么 解完大户感谢一户的任务之后呢 好 第四点这边有讲到就是 诶 线上加办大户先减回规计卡 那么你大户产品就完整了 最后再来加办这所谓的永峰必备卡 好 把钱存进去户头之后呢 进行换汇 就可以符合活动规则 好 所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就是 诶 包可摸做的这个图 好 其实都还蛮漂亮的 有机会的话就是 呃 可以上我的IG去看看 这些图片都是 特别花时间去做拍照的 好 所以 有兴趣的话就是 可以上我的IG去看 好 这边有非常多很多精心拍照的图片 这样子 那 来到IG的话呢 就可以就是来看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 今天讨论的话题里面就是 已经有跟大家介绍完这个所谓的 嗯 永峰必备卡的这个所谓的 LinePay跟接口支付加入战局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刚刚有特别介绍过 好 行动支付最高8%要怎么算 那 我在这边也简单列了一个算式 就是直接看就知道 最简单的就是 国内给你1% 然后 超会的部分最高给你2% 如果你是懂会的话 就是有换8万 那你就只有拿到1% 好 那最后特选加码给5% 所以这样1加2加5最高就是8% 那如果你自己不是到超会 就是放很多钱的 这个等级的话 那么你只有懂会 就是1加1加5 最高也有7%的回馈 好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2020年上半年 我们觉得最神奇的这个所谓的 行动支付神卡应该是这一张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上半年的部分 如果你有跟风上车 并且解完任务的话 其实你也拿到不少 我看看这张卡是在哪 在这 这就是张银的 这个所谓的买味 买乐生活卡 那买乐生活卡它的玩法 很简单 那就是5% 应该是给你额外的5%加码 回馈要上限300 所以就是刷多少 刷6配想6% 所以说就是6% 那每个月上限有300 所以300除以6%就是5000块 所以你如果拿这张卡片 每个月进行这个所谓的 行动支付的部分 甚至拿来缴学杂费 就是那个行动支付里面 绑着来缴这个水电费啊 学杂费之类 你也可以拿到这所谓的6%回馈 是还蛮神奇的 但是呢 它这个好像只有到上半年 下半年不知道有没有延续 也许下半年之后 你就可以考虑把你的永风卡片拿出来 最高有8% 然后上限600 就是说刷到12000 所以它的整体的门槛跟cap 其实都是比这个 我们的这个张银买乐卡还要高 但是呢 你其实也可以拿到一些 更高的回馈啊 就是看你自己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前提 就是说你必须要把20万在上面 所以就是有点麻烦 就是如果我是小资主 而且我才刚开始存钱 没有存那么多钱 那我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你 因为它就是要把钱换成外币 绑在帐上嘛 那它其实也有换位的风险哦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衡量一下 你自己的经济能力 看是否适合这个产品 那么再申请使用 比较OK 好不好 好 那再来的话往下走 就是要跟大家投入一个问题哦 就是拿来投资好呢 还是消费价呢 好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POPPOINT上面有写到 就是如果你是把 有封闭背卡拿来 作为消费的部分 那么其实你可以拿到的 就是最高 就是8%的回馈 然后上限就是 每个月500嘛 那往回处的话就是 可以刷12000左右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奔真的很长 使用行动支付 在生活的各个场域里面 做消费 那么使用这张卡片 然后来做这个所谓的 张宁买乐卡的替代生卡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消费型的 一般正常使用信用卡的部分 那如果你是想要 拿来做投资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可惜的 因为我们之前 也有跟大家解释过 就是如果你拿 永丰的必备卡 然后拿来投资 eToro的部分 那么你其实是可以拿到 因为银行它会 海外加益会扣1.5%的所需费 除此之外的话 你拿到额外加码的 这些所谓的6到7%左右的 这个所谓的 额外的回馈的部分 你如果再持续的 投入你的本金 并且进行 这所谓的复利的滚动的话 你其实只要每个月 就是固定做这件事情 然后一共连续做了10年 你的7%7%7%10年之后 它会为你带来的 30万左右的 这个退休金增长 所以这 差蛮多的 之前有一支影片 就跟大家介绍过就是 如果你每个月就是使用 永丰必备卡 纯400美金 然后永丰大户卡 也纯400美金 所以你只要用这两张卡片 可有纯400美金 符合这个所谓的 银行拿到的这个加码最高 这两张卡片 你如果搭配着一起使用的话 其实你自己 这个银行给你的挥困 你再持续的滚进去 复利里面去做操作 那么10年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 额外的30万 就是原本 你如果就是只有每个月固定 投800美金下去的话 在10年之后 你的本金会成长为410万台币 那么如果你每个月的7% 都一直持续的投入的话 那么在10年之后 它会成长为441万台币 我就觉得 差了30万耶 这真的差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这所谓的 负利的这个威力 不管是银行给你的回馈金 或者是银行给你的 这个所谓的现金入账的部分 你都可以再把它持续的 放到市场上面去 钱滚钱利滚利 当你有441万的时候 这些钱就成为你的资本 那么这个资本的话呢 如果持续的放在 这所谓的市场上面 去做滚付利 你什么事情都不理它 它每年就是可以为你 大概6到10%的增长 如果经济成长更好的话 你就可以 有机会可以拿到更多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我之前的 拍摄的这个所谓的 永风大陆卡 跟永风必费卡的介绍 我们在下面的这个留言栏的部分 也有附上这个影片的连结 有兴趣的话 点开来看看好吗 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学习更多 就是信用卡的使用知识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拿来做消费 甚至连做投资 也是可以的哦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就跟大家讨论一下说 其实信用卡 不会永远都只有一种做法 这个总结就是 信用卡它其实只是一种支付的工具 那么你要怎么使用 才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了 当然看你自己的想法 心有多大 你可以做出来的事情 就有多宽广 多高 这个就是 我一直很相信啦 这件事情 所以我也很鼓励大家 就是跟我一样一起 来做换位思考 然后来去思考 像说 你手边现有的工具 怎么样去最大化自己利益 滚出属于自己 真正的退休金跟资产 好吗 所以今天话就是跟大家介绍说 其实永莫必备卡有可能可以成为你自己的 下半年度的行动支付主力卡 也有可能可以成为你下半年的 这个投资的主力卡 其实都蛮好玩的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件东西今天跟你分享的 是否对你来说 是不是真的有帮助 如果有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 赶快来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更进阶的理财知识 跟信用卡信资 好吗 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